大家好,我是George,若时期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设计模式的课程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思维导图 好的,我们已经讲解了设计模式中的创建型模式 单理工厂以及结构型模式的代理模式 今天我们将进入适配器模式 好的,我们回到PPT 适配器模式 Adaptive Pattern 将一个类的接口转换成客户希望的另一个接口 这就是Adaptor模式 它是由原本不兼容而不能一起工作的类 它可以一起工作 这就是适配器模式的定义 适配器模式呢,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像我们笔记本一般都有一个黑色草双形的物体 它的名字就叫适配器 其实适配器模式跟这个就是一个意思 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是把220V或者110V的电压转换成12V或者15V或者5V的给我们笔记本使用 这就是我们的适配器 因为你看适配器它本身它其实并不提供任何的电 对吧?它只做一个转换作用 电还是原来的电 它只是转成我们想要的电压而已 这就是适配器的一个作用 我们可以从下图来看一下 适配器是怎么工作的 相当于说原有系统和厂商内它是这样的 相当于说是我们可以把右边想成是说我们的笔记本 左边是我们现有的供电系统对吧 那这个是直接肯定不能用的 那我们中间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适配器 把这个现有的电接进来对吧 转换成我们想要的东西 然后放给我们笔记本使用 这就是适配器模式的思想 然后适配器模式呢 它有两种 它的第一种呢是类的适配器模式 第二种是对象的适配器模式 好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类的适配器模式 它是这样的一个EML图 我们可以看出它总共有三个角色 第一target的角色 就是说我们希望的接口 然后第二就是语言adaptive 就是提供原来的接口的这样一个类 最后adapter角色 adapter角色就相当于说是它继承这个原来的adapter 同时实现我们这个target的接口 相当于说就把这个语言有的adapter 转换成我们新要的target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是我们本模式的一个核心 好的 那我们还是具体用一个例子跟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Eclipse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工程 然后新增一个client 然后新增一个client 简单打印 好的我们简单自信一下 没问题 首先那我们就如刚刚讲的我们需要一个目标接口 就是我们需要的接口 就是我们需要的接口 比如说我们就叫power5V 相当于说我们要提供一个5V的电压 对吧 那我们相当于是有一个方法 get power 这样的一个接口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现在当前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家里 对吧他提供了一个原有的是220V的 他提供一个方法 这样的 这样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笔记本对吧 notebook notebook呢他需要一个5V的电压才能使用 get power 我们做一个打印 记本获取了5V电压开始工作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适配器就出产了 addent 我们的叫poweraddent 然后他首先他去继承原有的power20同时实现我们的power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类适配器 类适配器就是要继承原有的接口 继承原有的提供的系统 同时实现新的结果 那他是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步 他肯定现在get5V的part对吧 那肯定他自己不能产生电嘛 他只能从shulker原来的power220那边去get power220 然后同时自己做一个转换对吧 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个 transform transform对吧 做一个打印 我们做了变压处理 对吧 做一个转压 然后最后 输出 输出 输出了 输出电压 这就是我们的powerdent 这是我们的电源适配器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来工作呢 首先我们有了笔记本对吧 然后我们nodebook就需要开机对吧 开机的话我们就需要这个5V电源 现在我们就只能依靠这个变压器 这个powerdent 对吧 好的 我们执行一遍看一下效果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开始是正在输出220V的电压 这个时候我们做了变压处理 输出了5V的电压 笔记本获取到了5V的电压 开始工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适配器模式 我们通过这个poweradapter 把原有的220V的这个接口 变成了5V的这个接口 让我们的系统 notebook这个系统能正确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的类适配器 好的 类适配器的例子 今天就简单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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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